Hello 欢迎大家又来到《松仔乱感伙伴》 昨天那件事越来越厉害 今天的发展比昨天更加凶狠 而且在我录这一条片之前 又再出了一个超级震撼弹的消息 我之后也会有其他小小的其他东西讲一讲 主要今天讲一讲这一件事 非常震撼 究竟是什么事不宜遲 马上去片 Hello 大家好 又是松仔仔 又是松仔仔 不是啊 我才是松仔仔 哎呀 是松仔仔仔 哎呀 我比你弄得很暖 其实这个频道是说什么 我记得他整天都是暖的 那这个频道是叫松仔暖的什么 哈哈哈哈 你少这么怕就认真一点 刚才依然都是依然来的 那又是哦 我很怕没饭吃的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好了 昨天就是卫生局局长和财政师 就下來了 那我要跟大家道一道歉 因為昨天我說錯了的財政司 賈偉德是一個意識別人 是錯的 他是一個巴基斯坦裔的家庭出生 就在Bristol那裡住的 是的 那在肥波剛剛上任的時候 是曾經委任過去做財爺的 但是後來他做了幾個月之後 因為要他辭去其他的顧問工作 那他不肯 所以他就辭任了 然後又再 之後輾轉 又再appoint他做衛生大臣 那都不要緊 現在都已經走了 那今天的局勢非常之緊張 今天到現在是有38個人辭職的 38 那裡面包括很多一些 他的內閣成員其實最主要就是 這兩個司長級的走了 然後就有很多那些minister 那些secretary 那些junior一些的 那些junior一些的 是的 就有很多那些這樣的人 走了有30多個 那現在就是要找人去替補他們那些位置 那literally在我們拍這條片 又是之前10秒呢 就看到BBC最新的update 就是他炒了Michael Goff Michael Goff 是這個什麼大臣 房屋 政策是房屋局的局長來的 就是以我們的香港人的terms 就是房屋局 他今天很大聲出來叫 跟新聞廣告說 我叫了他下台了 他是公開講的 他公開講的 我以為他是私底下講的 他公開叫肥波下台 是的 不過他就沒有辭職 沒有 那現在肥波就行了 OK 你現在不是站在那邊 拜拜 拜拜 走 麻煩你走這樣 那就很誇張這一個 好狠啊 好狠啊 就是他自己都是 OK 你不是站在那邊 你就不要再做了 是的 那昨天大家都在這裡 speculate 那個問題就是他會是站硬 還是會不會辭職 因為昨天還是只有幾個 但是今天已經是30幾40個了 他昨天還要神速已經補上了 是的 你知道他是不會輕易放棄 是的 但是今天是去到三四十個人辭職 那就是直接是夾著他來逼供的了 已經 但是他今天出來是跟大家說 他說他是受人民授權的 是 人民選他出來做的 所以他應該是要做那個任期的 他會做finish the job 是的 他會finish the job 他是不會退下來的 就是他現在講到明 他是零死不屈的 那好了 我們現在就講講他 究竟會有些什麼結果 因為今天那個風向轉得很快 而且呢 他那些 pressure 也都很厲害 是的 那其實主要來說 他是有三個途徑 是會改變現狀的 第一呢 就是他辭職 這個機會都沒有太大 他應該是不會的 他應該是 應該是站硬的 嗯 第二呢 就是被1922 committee 拉他下來 第三呢 就是解散國會提早大選 是 那三個option裡面呢 我覺得只有中間那個呢 是最可能的 為什麼我這樣講呢 因為 第一 他不會自己辭職啦 我相信他現在是擺出 因為今天 他連Micro Gove都炒了 那他應該就是 站硬不會走那隻 嗯 第三那個option 就是說可以提前大選 我覺得是都可能性很低 是 因為呢 很久以前 一直以來呢 如果要提前大選呢 就是由手上去決定的 是 他認為要提前大選 他就知會英女王 那英女王Approve了呢 他就可以解散國會 然後呢 就25日後呢 就會Election的了 嗯 那在解散國會那一刻呢 所有人都已經沒有了他的職位 那就是 從頭來過 從頭來過了 然後就競選了 然後25日後就會選 就好像上次肥波上去那時候那樣 是 是 那好了 這個這樣的規矩呢 在2011年之後呢 是更改了的 就把這個權力交了給House of Commons 是 就把House of Commons可以解散國會 就給他提前大選 但是呢 在2019年 肥波贏了之後呢 保守黨又再更改了這個條例 就把這個權力交回肥波波 加回給那個首相 是不是很亂呢 是 都是夠多人同意 不是的 這個叫做少數服從多數 多數 民主的精髓 是不是 對 總之它就是 只要夠多人 就可以更改這個條例 OK 但是這個首先就是 另外一個議題 如果你做得這件事 那不如1922那裡 就算吧 是 什麼要改條例 這麼複雜呢 是啊 第二就是 它們是不是想大選呢 現在這個moment 我想問 大選很危 因為現在它做得像是屎一樣 就是外界大家 共識就是覺得它做得很差 誠信有問題 那究竟誠信有問題做得很差 是只是它一個人的問題 還是全個黨都有問題呢 這個不是你的黨裡面自己可以決定的 不是說你幾百人投完票 我們認為呢 是 只是它一個人做得差 它走了就可以了 不關我們事 那你不能這麼說 因為你提前大選 就全部人有份投了 我們都有權力的了 到我們都有一個公投的權力的時候 那我不知道是你保守黨的問題 還是它一個人的問題 或者我不想要你的黨呢 我想要工黨呢 我想要其他的Lip Damn Green Party Green Party 是有很多其他的選擇的嘛 到時它是不是可以繼續做 沒有人知道的 就是保守黨可以繼續執政 我覺得 那個Risk太高了 那個Risk超高 所以我覺得這個選擇呢 都應該不會發生的 在暫時來說 那現在大家是很急 就要趕它下來 就是他們呢 今天我聽得最多的一句說話 叫做Enough is enough 就是夠了 The Line has been drawn The Line has been drawn 他們怎麼形容呢 形容呢 肥波波現在是在捉一盤象棋 但是呢 所有公居馬炮市象 全部被人吃光了 全軍覆没了 只剩下一個King 因為我們要捉西洋棋 OK 對 西洋棋剩下一個King King如果大家會捉西洋棋 就知道其實它只可以向前 向左向右走 一格的 一格 是的 它是不能橫行 也不能打斜行 也不能有一個田字 不可以跳拍的 是的 怎樣都不行的 只可以向前向左向右 一步一步這樣走 這個就是肥波 是的 但是它就不肯認輸 它還是剩下那一隻 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前後左右這樣走去 現在這個就是它的處境 很多人在觀察中的東西 就是究竟它是會去到秋天才完結它 還是在放暑假之前完結它 它的派對就想放暑假之前完結它 是的 但是有機會可以給它 如果它堅持下去 就可能會捱到 捱到在秋天之後 只剩下兩個星期而已 是嗎 兩個星期而已 所以這兩個星期是超級關鍵的 可以捱過就可以了 我覺得 機會很低 因為現在每天都有不同的東西 你看看我們的新聞 一直做節目 一直的新聞都是不同的 可能我待會再重新了 又不同了 是有東西在重新的 還有呢 你可以看看 還有就是 現在留在那些人 都不敢留在那裡 主要的問題 今天看新聞的時候 就是說 你如果想在下一屆的政府 是有公職 想繼續做下去的 你夠不夠膽公開支持它 是的 除非你已經豁出去 或者是你賭它會贏 你只有兩個可能性是支持它 他就本身是說他不會離職 嗯 但是他都公開說 我都是覺得他應該走 所以我覺得可能下一個要炒的 可能就是PT Patel 不一定的 有可能 List Trust那些呢 就不出聲 到現在都不出聲 不是說他支持 他支持它 但是就輕輕帶過這樣 就是你現在你作為 它的內閣裡面的成員 你就要考慮了 你是真心全心全意 100%支持它 還是你支持它 因為你想下一屆政府可以做 還是你要距離你自己 你賭它輸的 你就要離開 就是 你是要買大小 現在是站了在十字路口 究竟你買它贏 還是買它輸 其實全英國的市民都在看 究竟他是贏還是輸 是很重要的 因為要完全改變我們方向 你想想他連房屋大臣都炒了 那就是他之前說的那些什麼 隔代公樓 全民上車 不知道還有沒有 現在就是 不知道是會不會發生的 現在 因為他連執行他這些政策的那個 那個都藏起來了 那你怎麼知道 他的政策還會不會落實到 那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Pretty Patel是誰 但其實Pretty Patel 對香港人是很有關係的 因為他是 就是負責BNO Visa Home Office Home Office 那邊的政策的 最大的那個 是英國的內政大臣 所以他是去執行 肥波波關於BNO Visa 那一堆的政策的 那但是今天呢 剛才的新聞就是 Pretty Patel 和這個 昨天才上任的 新上任的 新上任的 蔡野 Naheem Sahawi 兩個都走去私底下 叫肥波辭職 嗯 他昨天才上任 那也是有人推測的 全啊 全民 他們就私底下叫他辭職 嗯 那現在呢 其實就 那個形勢是很險峻的 因為呢 他要去辭職呢 我覺得主要是有兩個 最重大的原因在背後 就是除了說 因為那個政黨 那個誠信問題 或者政府的誠信問題 因為說他講大話 Party Gate 那些東西之外呢 我覺得背後有兩個最重要的原因 第一 就是那個Brexit搞到一塌糊塗 嗯 二 就是那個能源價格 和這個通脹 遲遲都搞不定 是 就是兩樣東西是 是逼到大家 對政府以來越反感的 是 那這個Pretty Patel 是硬脫鉤派來的 嗯 他理應就應該是 站在肥波的左右的 但是如果你說 現在他都倒戈的話呢 那就真的很嚴峻了 那另外就是 就是原來呢 在最近呢 就出現了一個叫 rejoin EU的動態 唉 就是因為 譬如愛爾蘭的問題 北愛爾蘭那個 backstop的問題 另外就是 其實很複雜 因為Brexit 牽涉很多東西 那還有主要是 Brexit 我們昨天也有說的 那些陸續 就是會出現的問題 都浮面了 如果沒有這個打仗的話呢 那可能呢 我們還可以軟著陸 因為之前也一直說 軟著陸 其實 其實大部分人 都是想軟著陸的 但是其實肥波 就不在乎軟 他總之要 軟著陸 他總之要退 他是屬於 我不管你軟著陸 總之我一定要退 那派人來的 嗯 但是其實大部分英國人的 意向都是 退出不是問題 但是要退出 我們無痛 無痛分手 就是要最重要 但是現在因為 戰爭 令到我們更加難 無痛分手 還有COVID 令到很痛 令到那個 本身那個 影響呢 是延後了 因為COVID 那時候大家都不動 停了 所以很多那些問題 是這一兩年才 才逐步浮面 例如不夠人 例如那些東西 運來很多 很慢 例如那些飲品的 價值很高 有很多我的朋友 在eBay做買賣的 他們經常 就是他們 他們主要做這件事 他說現在做不到歐洲生意 因為全部都打碎的東西 沒有人買他們的東西 因為貴很多 是啊 因為那些東西貴很多 他又買不到又買不到 所以他都動在那裡 很多人的生計 都是受到影響 就是這個只是一小部分 當然不是全部人 都是在eBay賣東西 但是 當你做 關於歐洲 來往的生意的時候 很多人都受到影響 所以就 因為這些問題 就令到大家 對脫歐有一個猶疑在那裡 其實本身那時候已經很猶疑的 那時候已經說 要second referendum 是啊 但是也不能夠 但是現在就出現 一個叫rejoined EU的 所謂 我不知道他是party 還是什麼 他沒有黨員的 一個group 一個group 我都不知道他怎麼構成 是 但是他們的主張就是 要重返EU 那就是 我其實就不贊成現在這樣做的 老實說 就是站在我的立場 我說你脫了就脫了 是啊 你脫了又要走回去 那你之前浪費過的錢 人力物理就全部浪費了 沒錯 然後你現在還可能要接受 EU的一些不平等的條件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你走了 你再自己回來 就說很難聽一點 是不是 那你 就好像公司那樣 你為了我辭職 你走了 搞了很久你走了 現在你又回來 要求我 說要留在這裡做 你覺得我會開些什麼條件給你呢 肯定 我剛剛看到 那接下來這兩個星期 相信呢 只要一天沒有答案呢 或者答案是負面的話呢 相信都會是繼續向下跌的了 那我都看不到它怎樣 怎樣在這兩個星期 會上回去之前的水平 應該都是微微一直慢慢慢慢慢慢向下 所以大家就要自己留意這個匯率的問題 第二呢 就是呢 剛才我最擔心的就是 Piti Patel 這些人 都如果有私底下勸過他 叫他辭職 現在你看到呢 公開叫他辭職那個呢 是被他炒了的 被他炒了的 那這些會不會都是 哎呀我炒了你啊 或者是之後 由頭來過 由頭來過 那你對香港的BNO政策 會不會有改變呢 那這些大家也是需要留意的 因為現在的政府 是可以英文是volatile很厲害 很激烈 就是風高浪急 那對其他東西的政策 會不會有 有些阻礙 有些重大的更新啊 或者是很快速地會有一些轉變啊 那大家真的要密切留意著這些 那我自己就是比較關心這兩樣東西的 哎呀又來了 現在去到41個了 就是剛剛最新的新聞是去到41個 那大家都可以看到是那個變化是可以有幾大 就是六一集在一個小時裡面 是可以有多幾個人要辭職啦 被人炒啦 大家看到是變化是真的非常之快的 那另外呢 就講一講呢 關於英國現在其他的狀態啦 就是 今天有一則新聞 就是這個 Loyx的銀行 就公開了他們一個研究 就是呢 原來呢他們這麼多 有二千多萬個帳戶呢 在他們那裡的嘛 就是英國人有二千多萬個帳戶 是用Loyx的 是 其中有超過80% 80%的人的帳戶 裡面是得少於500鎊的積蓄 嗯 那這個不代表呢 不代表八成的帳戶擁有者呢 都真的得500鎊的積蓄 可以不在Loyx的嘛 你可以開個帳戶 我不是用來擺錢的可以嗎 擺在那裡沒用咯 開了擺下都可以的 那這個不直接反映得 有八成人是得少於500鎊 但是一個警告信號就是 英國有很多人 都是呢 沒有什麼積蓄 積蓄裡面是少於500鎊 我當你這80%裡面 有30%都是這些主席帳戶 是 那你也有50%的人 是少於 都是警告的 少於500鎊的積蓄 就是如果你保守估計 可能全英國 就是你將它的分別放大的話 嗯嗯 可能有超過五成的人 根本戶口裡面 是少於500鎊的積蓄 是 那這個很危險的信號 就是和現在是 通貨膨脹得這麼快 你500鎊 你想想可以用多久 500 現在是電費是50鎊 50鎊用4天啊 他說prepay meter是 prepay meter是只能夠用4天 節省的那些 不是那些大屋啊 不是說你亂用電啊那些 就是如果你好像我這樣 要開燈的話 那就很快就用完了 嗯 另外就是 如果大家是暑假想去旅行的話 那也都要留意一下 BA呢已經再 further cut了一萬班 航班 那就無論國內啊 國外啊 國際啊 那全部都有關係的 總共已經cut了三萬多班 從四月到十月 從今年四月到今年的十月 有三萬多班航班是cut了的 大家都留在英國 那不知道會不會其他航空公司 都會follow 大家最大 cut得最厲害的就是BA 那主要是因為不夠人做事 嗯 而他們現在做的人 也都需要加薪 那些 那也要談判啊 那這個已經是去到一個 側的商業了 就是我們 你有沒有發覺這一兩年來呢 英國那個環境呢 就是一個大的事件發生 那件事呢 是未發生完呢 就已經有另一件更大的事件 蓋了過去 然後那件事也是未發生完 又到第三個事件 是一件接一件 沒有呼吸的空間的 完全是 因為我們 上個星期還在說大罷工啊 塞車啊 那些價格很厲害啊 那些人抗議啊 到現在幾天後就已經變成是 現在那個政府可能會 需要整個大更換大洗牌啊 全部人跳船啊 很誇張啊 就是已經去到四十幾個了 所以就 我對現在我們的前景是有 有一點擔心 就是 不希望它變化得這麼大 我的問題是 你現在 其實我現在都越來越覺得 是站在一個兩難的局面 因為你如果是 想它下來的話 那不如發發脆脆 我覺得 我覺得不應該 它不應該再堅持 要繼續來這裡 不如你看到這麼多人 叫你走 撐住規定 對 因為它就堅持執著 說是因為人民授權它 所以它要做完它 但是你看到你的大小 你只剩下你一隻棋 就是它有它的堅持 幾乎啦 它層面還有十幾個人的 但是剩下你這麼少人 是不是可以 一個有效的政府運作呢 那你不如就長痛 不如短痛 撐住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 其實我又不想 它這樣的姿態 要重新組過的 因為 你現在所有的那些政策 你都是之前定錄的嘛 那你一批全新的人上去 會不會政策有很大的改變呢 會不會令到我們更加難適應呢 因為你一個Brexit 和一個通貨膨脹 油價高企 這些是 不是說你誰上去 就可以解決到的問題 現在我派誰上去 會可以解決到這兩個問題 是不是 我有解決 搞定 還有是不是真的有人想上去 撿這個爛灘子先 會的 因為它會是一批人再上去 不是一個嘛 那還有它要確定 下一屆都是他們執政的話 那它一定要找一批新的人上去做的 這個是不可能的 就是它一定會有一批人上去做 不會沒有的 一定有的 但是問題是 你那批新的人上去 是不是會有解決的辦法 因為你現在 撿住它 表面上撿住它那個點 就是說 政府缺乏誠信 嗯 但是其實那些東西 它去喝紅酒 吃芝士 是不會令到油價高還是低的嘛 也都不會令到 不會令到你的pandemic 死得多些 還是少些 只不過是因為你覺得 那個東西是不道德 是 你不信任它會做一些事情 令到 你不信任它的決策 是啦 你不信任它 政府的決策 所以你不信任政府 而導致你覺得它不應該再做下去 是 這個是主要的 根本的theory 就是大家的感覺是這樣 但是實際上 它有沒有做過一些事情 跟它能不能夠扭轉我們現在的局勢 其實我個人覺得呢 就不是太大關係 所以你說一個全新的政府上去 是不是可以解決到我們現在的問題呢 我覺得 未必 我覺得如果它說它是有個計劃的 嗯 那就能看到它吧 但是它說它有個計劃 現在其他人都不信它有個計劃 那不如你就長痛 不如短痛 要不你就快快快快下來 就換那一批上去 要不你就算了 讓它繼續做下去 隨便選一件事 就不要再抓了 我相信大家都是這樣想的 所以呢 最後呢 這兩個星期內 是會 最關鍵的就是 其實那些人覺得它這個星期已經會走了 很多人覺得 但是我覺得它應該是會在暑假前 而會有定論 那大家就 那兩個星期而已 是的 拭目以待了 好了 其實今天除了這件事之外呢 它的政府呢 還有宣佈了 就是這個National Insurance 那個給的Freshhold 就由本身的9,880磅 是調高到12,570的 就是你要賺超過12,570 你才開始要加NI 那估計呢 是會有多 兩百萬個低收入家庭 是可以受惠的 受惠的 就不用給NI 那就會是增加 平均呢 每個家庭可以多三百多磅 這樣一年 那這個就是它昨天說的 就是十年來最大Tax Cut的 其中一件最主要的事情 那其實政府是有做其他事情 是想著去解決現在的高通脹的問題 但是奈何呢 現在這麼多這些其他事情去妨礙 真正要做的事情發生呢 其實我自己就覺得 就是 不是太好了 因為你現在是有 真的實質要去做的事情嘛 但是問題是有太多旁邊的人 我要這樣 我要這樣 你不要做啊 就是醫生正在做手術 那你就覺得那個醫生不可靠 你就拉一個醫生走 要換一個醫生過來做手術 我的感覺就是這樣 但是那個病人現在就是 開了肚子 開了肚子 是的 已經是 明完一線的時候 但是呢 就要換醫生 換了護士 現在那些護士 那些護士都說我不做了 除非你換醫生 這樣 就是這樣的感覺 但是其實有很多更加緊急的事情去做 所以我希望 這件事可以盡快解決 但是起碼都 那個病人都得過資質 是哪個醫生 繼續幫他開刀嘛 是不是 好了 那今天的節目呢 去到這裡也差不多了 那如果局勢呢 再有其他的更新呢 或者變動呢 那我和松太呢 都會和大家呢 一起分享回的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要like share subscribe 按鐘鍵 那就知道我下次什麼時候出片了 時間差不多 我們明天再見啦 拜拜 今天 你也想知道 我會想知道 你不想看 就是你不想看 在這件事情 你不想看 我已經不想看 你不想看 你不想看 你不想看